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Budelstrap5的课程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那咱们开始吧 今天的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从原代码编译Budelstrap5 有的朋友就要问了 我为什么要从原代码编译 我给您举个例子 您为什么要用Budelstrap5 对 因为您需要用到Budelstrap 给咱们提供的很多的功能 来开发您的公司网站 对吧 来开发您的客户的网站 那么突然间有一天您发现 Budelstrap它给咱们提供的默认的功能 并不能够满足您开发的需要 您可能要对它里面的代码 做一些简单的修改 比如说再增加几个颜色 再调整编白的宽度等等等等 或者说调整网格布局的一些个默认的机制 这个时候您需要下载它的原代码 然后修改它里面 您需要修改的内容之后 重新编译成属于您自己的那个Budelstrap的版本 这个时候就需要从原代码编译Budelstrap 今天我就给您简单的讲解一下如何编译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Budelstrap5还处于开发阶段 所以说今天咱们编译的过程中可能会报错 这个我跟大家提前说一下 好那咱们开始吧 首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咱们从原代码编译属于咱们自己的Budelstrap5 OK 那么咱们如果想编译的话 需要什么工具呢 其实很简单 就需要一个NPM 我给您访问一下 如果您本机已经装Node.js的话 其实内部您就已经带了一个NPM的最新版本 如果您没有的话 我希望您能够装一个Node.js 因为今后咱们就讲到很多的工具 都会用到NPM 都会用到Node.js 对不对 好 您如果安装完之后 那么咱们怎么办 咱们首先先从官方下载Budelstrap5 V5的原代码 咱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他听了一个已经编译好的 咱们99%的情况下 您只要选择这个编译好的 直接使用它就够了 因为咱不需要定制 对吧 如果您是高级用户 您要定制的话 大家请看 从这个地方下载原代码 好不好 我今天就从这下载 够 我下载的是Budelstrap5的Alpha1的版本 咱们看一下 下载 对吧 我把它解压缩 好 解压缩之后呢 我把它 我把它直接Ctrl-C下吧 复制到我的工作文件夹 OK 然后呢 咱们接下来就要操作它 该怎么操作 是这样啊 大家请看 我这给您写了几个方法 咱们用这个方法呢 咱们一个一个去实验一下 首先咱们先进入它的目录 我这给您开个终端 然后进入刚才那Budelstrap5 的目录 在这里面干什么 因为它是NPM管理目录 管理的项目 所以说咱们通过NPM进行安装 安装之前 咱们先code点 看一下它的原代码的结构 大家请看 这是它原代码的结构 咱们先看什么 先看这个package package.json 这个呢 是它依赖的内容 以及它给咱们提供的内部 一些个 这个怎么说呢 命令 对吧 咱们可以使用它呢 进行这个操作整个的项目 大家请看 它的开发依赖 都在这个地方显示出来了 对吧 咱们要先装一下 这些个开发依赖 居然还有JQuery 好不好 OK 咱们试一试啊 go npm install 它是在安装 咱们不管 咱们看看 比如说您今后想做一些个定制的话 可能先主要是用到这个SaaS语法 对吧 这就是SaaS里面内置的一些变量 比如说咱们最重要 最重要是这个变量的类型 这variable 对吧 在这里面 咱们定义的 比如说颜色 编白 等等 像这些基础色 这地方都有显示 您可以做 今后您自己的相应的修改 对吧 OK 这个是大概这个原代码的样子 今天呢 我并不想给您讲 如何去改它的内核代码 OK 看我是不是装完了 没装完 咱们再稍微等一会儿吧 OK 装完之后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修复 咱们需要修复一些安全隐患 那咱们修复一下 这个修复工作应该比较快 好 完成之后 清评干什么 我把这个代码关掉 以后有机会 我给您讲 如果定制代码 是这样 这个在这个PotosRub官方 它专门提供一个主题 就是讲如何定制您自己的Tema 对吧 主题 到时候我可能会给您讲解 现在咱们干什么 现在是这样 咱们先运行一下 把咱们这套原代码打包成一个发布版本 这个地方呢 我当初在写这个课件的时候会报错 那我今天做视频的时候 我看它是不是有所更新 会不会还报错 试一下 够 如果再报错的话 那就说明它的怎么说呢 目前开发还没有完成 希望不要再报错 因为以前我在这个编课件的时候 报的那真的是个低级的错误 希望今天不要再报错 看起来还算顺利 就是说 我当时在写我的课件的时候 它运行是这是报错了 没有办法 我很头疼 今天没有报错 说明什么 说明什么 他官方做了修改 真是非常好 但是他还叫AlphaOne 他是对这个AlphaOne进行内部代码的修改 好 那咱们本地NPM运行一下 OK 写住 大家请看 本地它开了个server 咱们就访问一下吧 这个server 大家请看 这个就是它Bosetra 5的网站 对吧 它本地建了server 然后咱们把这server运行起来之后 看到就是这个Bosetra 5的官方网站的 大概的样子 好不好 OK 这个就是今天我要给您分享的 咱们简单的下载了一下 这个Bosetra 5的原代码 然后咱们通过这个方式进行编译 然后通过这个Run this方式进行打包 如果您今后要想定制Bosetra 5核心的话 您应该是按照我今天的方式 从这个地方下载它的原代码的版本 不要压缩的版本 下载完之后 本地NPM安装必要的包 然后安装完之后进行编辑 根据您的业有需求进行修改 修改完之后 通过NPM Run Disk的命令 进行打包 发布给您的团队的其他的成员 这样的话 大家就能够用到您的公司的自己的版本了 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知识点 咱们从原代码编译了一个Bosetra 5 是不是对您的学习有所帮助呢 好 今天的课件我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有兴趣朋友下载一下吧 今天的视频大概就是这么多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希望您能够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然后点赞并转发给您的朋友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天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